国国在今天新增了27例的本土病例 其中防众一家三口群聚案再扩大 新增了6个人确诊 而其中有5个人跟松山区幼儿园确诊老师有关 另外一个人则是防众卢州有人的女朋友 而松山区的这位幼儿园教师 他在确诊之后呢 也扩大裁剪了他兼职任教的补习班 再找出了4个小朋友 还有一名教职员染疫 分属4个不同的学校 那么都是幼儿园老师的密切接触者 而其中教职员是在维修电脑的时候 有接触染疫 就怕孩童身陷染疫危机 台北市政府呢也紧急派出筛检车 进驻校园 在下午进行大规模裁剪 筛检车进驻校园 防众一家三口群聚在扩大 波及台北市4间学校 4名孩童及一名教职员确诊 紧急召回家长学生大规模裁剪 昨晚收到小朋友 那个老师在群组里面说 小朋友要PCR检测 因为说有一个人是在里面是确诊 群职安阔籍 松山区一名幼儿园教师染疫后 由于他同时有在补习班任教 因此扩大裁剪 再筛出五人确诊 其中一人是幼儿园孩童 及三名国小学生 不过教职员的CT值最低只有18 修个电脑也确诊 而翻开这五人足迹 除了幼儿园补习班 还有松山区一间桌球馆 KTV咖喱餐厅 以及内湖的烧肉店 牛肉面店 而房仲传播链 新北也在筛出一名二十多岁女性 十日前跟房仲吃饭 延然疫的卢州个案 18397的女友 被匡列隔离十天后 因转阳确诊 从房仲一家三口延伸的整体群聚 累计十二人确诊 烧进四所学校 北市加强防疫力道 扩大裁剪87人 补习班接触者预防性 居个五天 判禁诉阻断传播裂 记者旅行们侯正伦台北报道 指揮中心今天公布的本土个案当中 还有四个人是跟宜兰 郊西长荣凤凰饭店相关 分别为从高雄到郊西游玩的一家人 妈妈跟两名小孩相继确诊 因为他们在16 17号这两天 曾经待过饭店 因此指挥中心要求旅客裁剪 必须要回宿 从1月19号往前推到1月14号 而这名染疫的妈妈回到高雄之后 又邀请了台南的朋友 到家中聚餐 这名朋友也染疫 他是永峰银行 永康分行的银行员 台南市政府也紧急公布了 他的足迹 除了上班的地点之外 还有艺人馆中华店 以及超商 提醒足迹重叠的民众 要提高警觉 宜兰郊西长荣凤凰饭店 群聚链再扩大又新增四人确诊 其中来自高雄的一家人 到宜兰玩时入住饭店 妈妈按18703与两名小孩 相继验出阳性确诊 而案18703回高雄后 1月23号曾邀请台南的友人 到家中聚餐 随后这名友人案18712 也在26号出现发烧 等相关症状 裁检确诊 这起群聚已经累计达13人染疫 虽然指挥中心出判台南个案为接触者感染 但台南市府还是不敢大意 公布案18712活动足迹 这名三十多岁女性是永丰银行永康分行行员 已经打了三剂疫苗 除了23号到高雄聚餐 24 25号两天也都有到分行 期间还去过两间超商 及一人馆中华店吃饭 聚餐之后三天就已经有感染 旷列的32位居家隔离的人 那有把200多位自我健康监测 在第一时间里面做 交习疫情烧进台南 面对即将到来的春节廉价 台南市宣布将在指定的双铁站 提供北部返乡民众快筛 中央地方各自强化防堵 确保过年期间病毒不会跟着人流移动 记者正好报道 另外高雄在今天再度新增了确诊个案 有4例属于港府群聚感染匡列隔离对象中 二采应转阳 而其中案18469 这位造船厂的员工 他不仅是传染给自己的家人 还因为他曾经跑到邻居家 找邻居吵架长达30分钟的时间 先是让邻居跟他的家人染疫 而现在又在增加两位确诊者 导致邻居一家人三代同堂 总共有4个人遭到感染 全副武装进行清销 除了汉堡店还有大卖场 高雄港部群聚继续扩大 28日新增个案 都是匡列隔离中二采应转阳 其中还有确诊者跑到邻居家里吵架 竟然让邻居一家子全都中招 案18469这名造船厂员工确诊后 不只传染给自己家人 还因为在20日下午跑到邻居 案18517家中吵架长达20到30分钟 导致邻居染疫就连当时邻居孩子 戴着口罩也被传染 现在又再增加两位 目前邻居家三代同堂 四人染疫实在很冤枉 从18517开始确诊起 那全家包含三代四个人都已经确诊 吵架吵出传染链 疫情快速扩散 而在28日新增个案足迹 曾有确诊者到过单单汉堡内用 单单汉堡总店宣布 从29日开始禁止内用 就怕还有漏网之余 中导管制区和迄今筛检站 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筛检超过4万6千人 是否全力防堵 只判疫情止血 别再继续烧下去 记者中纪委SNG小组高雄采访报道 桃源多条传播链持续延烧 今天一口气再增加11人染疫 其中三例还是不明感染源 除了一名印度籍医师 研判为旧案之外 其他两位物流公司员工 还有巴德工友市场的摊商 都是在社区柴检站验出 可能有社区传播的风险 为了避免疫情再烧进市场 桃源市政府下令 巴德工友市场休市三天 让摊商们哀嚎说 春节前真的是损失惨重 拿起强力喷嘴 对巴德工友市场 里里外外大轻松 不放过里头任何一间摊商 因为市场再拉警报 有摊商裁检确诊 多少一定会担心 家人的部分我不知道 等他们回来的时候 我才会去经营部的了解 因为毕竟也住在附近嘛 对啊 当然也会担心啊 民众难免担心 因为桃源一口气 栽赠三例个案 感染源不明 除了一名印度籍医生 研判为旧案 包含二十多岁巴德工友市场的摊商 没症状但CT值27 以及另外一位 二十多岁物流公司男员工CT值17 两人可能因为地缘关系到社区裁检 没想到也验出阳性 感染源还要厘清 而市场也先休市三天 就属于很惨重就对 惨重 面对疫情不敢放松 因为市府资讯科技局机房 有委员厂商同住家人也确诊 疫情很有可能烧尽市府 那该机房的工作人员 也做了这个PCR检测 正在等待结果 资讯科技局跟其他的单位 就全部的人员都要快筛 还有多条传播链持续延烧 包含华盛顿幼儿园 加贝尔幼儿园 农家乐小吃店 亚续电子厂 总共二十八号新增十一人染疫 所幸多数都在居隔中 但面对不明感染源 对社区造成的风险 市府依旧不敢大意 进入云昌谈报导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